大家好 接着讲第8节 这一节我们讲科诺目论下的sys.c sys.c这个程序当中 包含了很多系统变运功能的实现函数 如果这个函数的返回值只是 Ironautsys 我们表示这个版本 关于这个函数在那盒当中还没有实现 对于这些没有实现的函数 我们在把0.11讲解之后 把这个用到的这些相应的这些没有实现的函数 我们会把实现的版本拿来 我们再给大家讲解一下 看看实现的版本 它是怎么样来实现的 我们现在呢集中讲0.11 然后呢 把0.11没有涉及到的 比如说虚拟文件系统 网络 还有这些我们没有实现到的功能 我们都要一一的做一下介绍 我们这个程序呢 包含很多有关这个进程ID的一些操作 我们呢 对ID呢我们做一下介绍 也可以说是做一下回物 我们在做应用程序开发的时候呢 我们是接触和这个ID的概念 一个用户呢有用户ID还有用户组ID 用户ID呢使用UID来表示 用户组ID使用GID来表示 这两个ID呢是 我们知道这个password文件是PASSWD 这个当中呢 这两个ID是这个文件当中呢 对应用户设置的ID 通常呢被称为实际用户ID 或者是实际组ID 实际用户ID呢 一般是用RUID来表示 实际用户组ID呢 一般是用RGID来表示 而在每个文件的I节点信息当中呢 都保存着宿主的用户ID和组ID 他们呢指明了文件的 用户者和属主用户组 主要用来访问或者实行文件的时候 在进行权限的判别的 另外呢在一个进程的任务数据结构当中呢 为了实现不同的功能 保存了三种的用户ID 还有组ID 首先呢是进程的用户ID和组ID 分别呢是就是进程拥有者的用户ID和组ID 也就是实际的用户和实际的组 程序拥有的实际的用户和实际的组 超级用户呢可以使用函数setUID 或者是setGID对他们进行修改 有效用户ID和有效组ID呢 用来进程访问文件的时候判别许可权 保存的另一类是保存的用户ID和保存的组ID 它是用来进程访问 设置了这个setUID和setGID标志的文件 当执行一个程序的时候呢 进程的EUID呢通常是就是实际用户的ID EUID呢就是实际组ID 因此呢进程只能访问进程的有效用户 有效用户组规定的文件或者是其他允许访问的文件 但是呢如果一个文件的setUID标志之位的时候 那么进程的有效用户ID呢 就会被设置成这个文件的宿主的用户ID 因此呢进程就可以设置访问设置了这种标志的受限文件 同时呢这个文件的宿主的用户ID被保存在SUID当中 同时呢文件的setGID这个标志呢也会类似的作用 也是进行相同的处理 可以举个例子就是一个程序的宿主呢是超级用户 但是这个程序设置了setUID的这个标志 那么当这个程序被一个进程运行的时候呢 这个进程的有效用户ID呢就会被设置成为这个超级用户的ID 于是呢这个进程就运用了这个超级用户的权限 一个典型的例子呢就是Linux的系统的password的命令 就是更改密码的命令 PSSWD这个命令 这个命令呢是一个设置了setUID的这个程序 因此呢允许用户修改自己的口令 因为这个程序首先呢需要把用户的新口令 写入到这个ETC下的这个password的文件当中 而这时候呢文件呢这个文件呢只有超级用户才有写的权限 因此呢password的这个程序呢就需要使用setUID这个标志 另外呢进程也有标识自己手性的这个进程ID 所属进程组的进程组和所属绘画的绘画ID 这三个ID呢用来表明进程和进程之间的关系 跟用户ID和组ID是无关的 我们以上呢对这个UID呢以及GID这些ID的概念呢做了一下回顾 我们接着呢我们去看这个代码 这个sysftime 它是用来返回日期和时间的 它是在这个版本当中是没有实现的 sysbreak也是没有实现的 sysftime 它是用来对当前进程 对子进程的进行测试 sysftime 它是用来对当前进程 对子进程的进行测试 sysftime 好 这个是取终端设计 这些呢都在这个版本当中没有实现的 然后我们看这个 这个是实现的 设置当前任务的实际 以及有效的组ID 如果这个任务呢 大于量呢 那是没有超级用户的特权的 那么只能就是说 互换实际的ID和有效的ID 就是说这个 它的ID 这个GID 用户的当前的这个GID 和这个要设置的这个RGID 或者是超级用户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当前的这个进程GID呢 修改成这个RGID 否则呢 我们就出错去出现一个错误的信息 或者呢 如果这个当前的GID 等于ID 或者是EUID XSIGID 等于这个GID 或者是超级用户呢 那么EUID 就可以设置成这个有效的EUID 如果是其他的情况呢 那么我们只能 普通的程序呢 只能是返回一个错误代码 SyssetGID 它调用了这个SyssetREUID 它是设置进程的组号 如果这个任务没有 超级用户特权呢 就可以使用这个SyssetGID 把它的有效GID呢 设置成保留的这个 设置成它的保留的这个GID 和实际的GID 如果任务有超级用户的特权呢 实际的GID 有效的GID 和保留的GID呢 都不会复制 设置成这个参数指定的这个GID 然后这个就是Account 就是打开后关闭进程的记账功能 这个也是在这里没有实现的 然后这是物理内存到进程的虚拟地址 之间的映射 这个也是没有实现的 我们看这个SyssetTime 这个SyssetTime返回的是从1970年1月1日零时开始的时间值 它的值是个秒 如果这TLC 它不是空的话 那么时间呢 也会再存在这个TLC当中 对于参数呢 它是一个指针 它的所指 指这个位置呢 是在用户空间当中 因此呢 需要使用这个 PotFSLang 来防御这个值 在介入内核预行的时候呢 断寄存期FS 被默认的指向这个当前的用户数据空间 因此呢 我们这个函数可以利用这个 这个FS 来防御用户空间当中的值 首先它要验证这个内存空间是否足够大 然后把这个值呢 放到这个TLC当中 TLC当中 它是无特权的用户呢 可以把实际的用户标识符 RUID呢 改成有效的用户标识符 它反之也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看 SET RUID 设置是任务的实际 或者是有效的 用户ID 如果这个任务没有超级用户特权呢 那么只能互换它的实际的用户ID 还有有效ID 如果这个用户是有超级特权的 那么就可能设置为任意的 有效的还有实际的用户ID 我们这个是表示是超级用户的意思 保留的这个UID被设置成这个 与有效的用户UID是一样的一个值 对于这一章呢 我们以前呢 接触过很多这方面的概念 在系统编程的时候 别做应用程序的时候呢 接触过 只是它的实线 我们没接触过 我们这一点呢 终于看到它的实线了 而它的实线呢 也是相当的简单 然后这个设置用户的这个ID 如果这个它的含义呢 是任务没有超级用户的特权 那么可以使用SET UID 把它的有效的UID呢 设置成保存的或者实际的ID 如果任务有超级用户特权呢 那么实际的UID和有效的UID 保存的UID 都会被设置成参数指定的这个UID System 设置系统的开机时间 参数呢 TPTR 是从1970年1月1日 零时开始 即时的时间值 秒值 定用进程呢 必须具有超级用户的特权 我们这个HZ呢 是一版 是内核系统的运行频率 由于这个参数是一个指神 而且它所指向的位置呢 是用户空间 因此呢 需要使用函数 GateFSLang 来访问这个值 在进入内核中运行的时候 断进存记 FS 被默认地指向当前的这个用户数据空间 因此呢 这个函数呢 可以利用FS 访问用户空间当中的值 函数的参数提供的当前的时间 减击系统已经运行的时间 秒数 也就是开机时间的秒数 接着我们看SysTimes 它是用来获取当前任务运行时间的统计值 TMS 在这个结构当中呢 包含进程用户运行的时间 内核时间 子进程用户运行的时间 子进程系统运行时间 盘数的返回值 是系统运行到当前的第一大数 我们看这段 这就很好理解了 SysBreak 这个当这个参数 按照DataSeg 它这数字合理呢 并且系统 确实有足够的内存 而且呢 进程没有超越它的最大数据段的大小的时候 这个函数设置的数据段末尾呢 是这个 按DataSeg指定的这个值 这个函数的实现也是很简单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值呢 必须大于代码结尾 并且呢 要小于对战的这个结尾 16kb 返回值呢 是数据段的新的结尾的值 这个函数呢 是不被用户直接调用的 是由这个扩函数进行包装的 它就是返回的 返回进程当前的数据段的结尾的值 我们看这段下面的代码 它对看下面的代码是有帮助的 它是这个意思呢 这一段呢需要严格的检查 它 没有胃口呢 做它 我不太完全明白这个 session 和这个 group 它的 含义 它没有完全来理解 也就是让明白的人 了解它的人呢 去做它 says setgid 它是设置进程呢 指定进程这个pid的进程号为pgid 参数pid呢 是指定进程进程号 如果它是0呢 我们就让pid等于当先进程的进程号 参数pid呢 是指定的进程号组 如果它是0呢 它等于进程pid的进程组号 如果这个函数 用来把进程呢 从一个进程 进的组 转移到另一个组当中 那么这两个进程组呢 必须属于同一个session 就同一个绘画 在这种情况下呢 参数pid指定了 要加入的现有进程的组id 这个时候组的绘画id呢 必须是与将来要加入的进程的相同 如果这个pid等于0呢 那么就使用当前的进程号 如果pgid等于0呢 那么使用当前的进程pid 那么使用当前的进程pid 作为这个pgid 进程的组号 然后扫描任务数组 插招指定的这个进程号 pid的这个任务 如果找到了进程号是pid的进程呢 那么这个任务呢 已经是混号的首领了 那么就出错推返回 如果这个任务的混号id呢 与这个当前进程的不同 那么也会出错返回 否则呢 设置进程的pgrp等于pgid 并且返回一个0 如果没有找到pid的进程 那么返回进程的不存在的出错代码 这就是这个函数的含义 sysguidepgrp 它只是简单的返回了它的pgrp 返回当前进程的进程的组号 syssetsid 创建一个绘画 并且设置它的绘画号呢 等于它的组号 还有它的进程号 如果当前进程已经是绘画首领 并且呢 不是超级用户 那么出错推出 否则呢 设置当前进程为新的绘画的首领 并且呢 设置当前进程绘画的 sysset 还有pgrp 还有pid 为相等的值 而且呢 当前进程没有控制终端 最后呢 系统返回的是 这个pgrp 这个pgrp 这个导音 测语呢 就是表示没有这个控制终端 sysuname 获取系统名称的一些信息 这个 UTS name结构呢 有五个字段 分别是当前运行系统的名称 网络节点名称 啊 当前操作系统发行级别 操作系统版本号 以及 系统运行的硬件 类型的名称 这样呢 它就是 直接把这个结构呢 给付了一个这样的值 首先进行判断 这个参数的有效性 如果存在 存放在信息缓冲区当中的指针为空呢 就出错返回了 再验证缓冲区的大小 是否超过这个界限 然后呢 把这个 UTS name当中的信息呢 如此复制到这个用户的缓冲区当中去 sysumask 设置当前进程创建文件的属性 平密码 它是用mask和这个0777进行这个 相语的 并且返回这个原来的这个平密码 我们这一小节当中 sys.s当中呢 实现的这部分函数呢 都是相对比较简单 而未实现的部分呢 我们在 后面呢 会给大家 把未实现的部分的实现 怎么实现呢 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讲解 然后呢 我们接着再看另一个原载码 vsprintf 这个程序 这个程序当中呢 主要包括vsprintf这个函数 它是用来对参数呢 产生格式化的输出 由于这个函数是 c函数库当中的标准函数 基本呢 没有设计内核工作原理方面的内容 我们 我们 对这个 因为在内核呢 这个 当中 它是用到了这个 的实现 以后呢 它是没有这个原载码 是直接用库环数了 这个呢 我们简单来看一下 这是标准的这个参数投文件 主要说明了这个 vlist 还有 类型是vlist 还有一个 vstart vrj vend 这三个红 它用来实现这个 函数 sign.h 是不是字符串投文件 它主要定义了 有关字符串操作的是 嵌入函数 sdigit c 判断呢 这个字符c呢 是不是 数字字符 这个函数呢 把这个 数字的串呢 转成整数 输入是 数字串指针的指针 返回的结果是 数值 另外呢 指针就会 向前移 我们这个vsprintf呢 跟内核的关系不大 我们只是做一下了解 这些 这些 呃 定义呢 是转换类型的这各种符号常数 我们看 我们看 Static Number 它是把这个整数呢 它是把这个整数呢 转换为指定的二进制的这个字符串 我们看 我们看 这个是 它是这样实现的 这个我们自己可以看一下 这个 这个 这个函数的实现 就不 把这 我们把这几个函数呢 主要的 功能给大家讲解一下 就可以了 这些 然后是vsprintf 它是格式化输出到字符串当中 为了能在内核当中使用格式化输出的字符串呢 它在这个的函数当中呢 就实现了 把这个标准函数呢 实现了 把这个标准函数呢 fmt 啊 是格式化字符串 lgs 啊 是个 变化的 就是个数可以变化的值 buff呢 是自符串缓冲区 它的实现呢 我们 4亿元 在 输入输出的那一块 我们呢 在输入输出以及标准同等项这两块学的好的话呢 对这个 函数的实现呢 应该不会陌生 这就是函数的实现部分 我们知道pnf的一些输出的一些方式 比如十进制 或者是十六进制 或者是指针形式的十六进制 这些 它在这里呢 跟这个格式是兼容的 因为它与内核关系不大呢 我们就是给大家做些介绍就可以了 我们还剩下一个 还剩下两个pnk pnk呢 是内核使用它来打印这个 促信息的一个函数 它功能呢 跟这个pnf呢 相同 使用这个函数的原因呢 是在内核代码当中呢 不能直接使用 啊 专用于用户模式的这个 FS断计算器 而需要呢 首先保存它 不能直接使用这个FS的原因呢 是由于在实际的屏幕显示 函数tty这个ret当中呢 需要被显示的信息呢 取自FS断指向的这个数据段中 也就是用户程序的数据段当中 而这个pnk函数当中呢 需要显示的信息呢 在内核的数据段当中 也就是在内核代码当中 执行DS指向的这个 内核数据段当中 因此呢 在pnk函数当中呢 需要临时使用一下 FS断的计存器 printk函数呢 首先使用这个 ysprintf 对参数的进行格上化处理 然后呢 保存FS断计存器的情况 我们可以具体的看一下这个代码 这个代码呢 其实很简单 这一段 就是说当出于内核模式的时候 我们不能使用这个printf 因为 FS呢 只向他不感兴趣的地方 自己编制一个printf 并且呢 在使用前呢 保存FS 一切就解决了 这样一个我们很熟悉的通文件 这是用于显示的 临时的缓冲区 这是我们在上一个函数当中 接触到pnk vsprintf 这些函数 用来格式化 是输出字符串的 printk就是我们用来显示的这个函数 有人很喜欢用pnk 在应用程序当中也使用 有时候这是没有必要的 我们看一下pnk 是怎么实现的 pnk 它这个这段代码 它只能是 在内核代码中使用 由于这个实际显示的函数tty 这个write呢 默认使用的是显示数据段的 断竞存器 fs 所指向的这个用户的数据区当中 因此这里需要暂时的保存fs 让这个fs指向这个内核数据段 在显示完之后呢 再恢复fs段的内容 wearlist 就是我们C语按上学习的东西 是一个 它实际上是一个字符指针的类型 然后呢 我们运行参数 要处理开始函数 然后呢使用这个 格式化fmt 把这个参数列表 iis呢 输出的barfer当中 返回i呢 等于输出字符上的长度 然后再运行参数处理结束的函数 这一段呢 就是printk的具体的实现过程 它的输入函数呢 i 输出 输出 输出是没有的 然后有输入 输入的值呢 就是i 然后改变的计算器有ax cx和dx push push pushdx hop fs 也就是让呢 这个fs等于这个ds push 0 把这个字符串的长度 给它 压入对战 把buffer的这个地址呢 也压入对战 把这个数字0呢 压入对战 它是因为 是显示通道号的 0 然后调用这个ttyret 开始显示 这个我们要显示的这个字符串 显示完之后呢 我们要跳过 丢弃呢 我们入战的两个参数 然后弹出 字符串长度的值 然后再弹出f 恢复这个fs 然后这个return i呢 就是 反过就是字符串的长度 也就是说printk呢 它实际的实践函数呢 是ttyret 这个呢 我们在 后面呢 会给大家讲到 我们再看一下panic panic 其实它也是一个打 印出一条信息 panic呢 它是 用来显示 内核错误信息的 并且呢 打印完一条信息之后 它使这个 系统进入死循环 我们看这里 在内核很多地方呢 如果内核债码 在执行过程当中 出现严重的错误的时候 我们就断用这个函数 这个panic呢 是一种简明的处理方法 它为什么用panic的函数名呢 它是在一本小说 就是银河徒步旅行者指南当中 它就用这个 don't panic 当中的这个panic 这个含义 就是不要恐慌 投文件 内核投文件 调度投文件 然后是think 它这个 它实际上是整形的一个int 接着我们看这个panic 这个函数呢 它是用来显示内核当中的出污信息的 并且运行这个 文件的同步函数 然后呢 进入死循环 我们看prent key 首先打印一条 就用前面那个prent key函数 然后呢 如果当前进程 就是这个 task0 那么呢 没有同步 也就是不允许是在进程0当中的 然后同步 接着是死循环 讲到这里呢 我们kernel下的这个所有的原文件呢 所有的这个我们常用的代码调用的这个原文件呢 我们就讲完了 下一讲呢 我们就讲kernel下的这个 blk driver kernel下的这两个 和kernel下的这两个呢 一个是快设备的驱动程序的实现 一个是 自幅设备的实现它的驱动程序 那么我们这一章呢 那么我们这一章呢 讲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如果能听到这里的话呢 说明我们对这个 0.1的内核呢 已经入门了 我们 已经知道了它的实现的机制了 一些很重要的实现函数 我们已经知道它是怎么实现的 接着呢 两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 他们的对硬件的驱动是怎么实现的 文件系统是怎么实现的 这呢 就将是我们 下面 以后的章节将要讨论的两个重大的问题 这两个重大的问题分成几章来讲解 因为这个 快设备驱动程序和字符设备驱动程序呢 每一个 每一种呢 都会 讲述的时间不短 文件系统呢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部分 所以呢 大家听到这之后呢 要有耐心听下去 继续 看一下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是总说的驱动程序 究竟是 用什么方法来给它实现的 我们自己能不能给一个硬件呢 做驱动 我们自己能不能把这个 文件系统给它理解透彻 好 我们这一章呢 就整个到这里了 从下一章开始呢 我们开始讲解驱动程序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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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